到1月20号,安钢本钢实质性整合融合将顺利完成百日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两家百年钢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斗争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破解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各种难题, 永当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和东北振兴排头兵,永当新时代国企改革先锋。 2021年11月3号,274名本钢职工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通过本钢集团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深化市场化改革总体方案。 11月5号,包括三项制度改革在内的1加2加N系列改革方案正式发布实施。 紧随其后,本钢上下全体解聘起立,逐级选聘、竞聘。 通过优化人员配置、工资总额包杆等举措,企业全员实物及劳动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同比分别提升4.8%和10.4%,人均工资同比增长超过22.5%。 在推进这场本钢历史上力度最大,涉及人员最多的改革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干部职工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从本钢百年发展历程中更续光荣传统,坚定改革决心,树立发展信心。 集团公司领导走遍各厂况,子公司领导走遍各周园区,厂况领导走遍各个班主, 然后周园区干部要求走遍各个岗位。 在四个走遍的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集团上下向志工群众传递了改革的正能量, 引导了广大志工群众与企业同心,与改革同行,与发展同向,也赢得了志工的信任和支持。 重组后的新安钢,以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当好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排投兵为己任, 将加快水施钢铁矿业双核战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借重组契机,本钢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重塑优化职能架构, 做使板材、北营、矿业法人治理和运营管控平台市场主体地位。 本钢集团的管控手段和方式是直接贯穿到基层, 下属子公司没有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本次改革之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 有这么一句话,让能听得到炮声的人去做指挥, 让更贴近基层实际的人具体从事业务操作。 基本是承接了安钢的放权加同力这种模式, 结合本钢实际我们制定的是改革方案。 我觉得本钢的问题不是体制机制不活, 特别是跟市场衔接方面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改革重点是要激活体制机制各个方面的限制缓解, 激活员工的这个市场化微观主体这个活力。 科学谋划重组,下好新手旗, 用好用组改革关键招, 在完成重组后, 本钢发展理念和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变。 作为央企,它要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 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那么经济责任是基础, 企业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履行政治责任, 社会责任。 那么体现上就是我们的企业要一个正常的发展, 盈利能力, 包括风险控制能力, 影响力各个方面, 要保证国有资产保持政治。 2021年11月15号, 安钢集团钢铁研究院本钢技术中心接牌, 新安钢将通过一院多中心的研发机构配置模式, 实现安本区域研发创新一盘棋。 目前, 安本双方已经确定2022年协同研发项目20个, 本钢保板批无理产品研发, 汽车外板, 炼钢, 连柱技术应用等8个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通过这个协同项目, 把这个炼钢总厂的技术, 这个移植到这个本钢来, 来进一步提高这个汽车外板的质量。 通过这种协同平台的搭建, 实现研发设备共享, 科技成果共享, 人才资源共享和科技信息互同, 双方断长板不短板, 快速提升自己的不足, 提高自己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努力打造钢铁行业原创技术的测源地, 能提供强大的这种科技支撑。 2021年, 重组后的新鞍钢经营效益, 创历史最好水平, 营业收入, 经营利润, 分别首次突破3000亿元, 300亿元。 本台报道。 何干了? 感谢观看